我们的老妖可为你好呀 2018年一部电视剧我追得很疯狂 那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第一集结束 片尾曲温柔的声音 婉转的旋律吸引了我的注意 后来我特意去搜了知否知否这首歌 才知道原来它是你唱的 佩服你的声音 能变化出这么多不同的风格 影视带货能力很强啊 两年前听了你的阳台上 让我对那部同名电影也充满了好奇 你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用一首歌吸引我们走进一段故事 今天凤凰传奇的改编 希望也能带你走进我们唱的故事 其实我这个之前呢 我是很喜欢追剧的嘛 我没想到这个就声音特别好听 你准备把这个OSD行业要承包了吗 没有没有 你到底唱了多少个 没有啦 有男生又有女生 他承包一半而已 其实他的声音真的可塑性太强了 因为像我们也唱OSD 但我们很少很少几首歌而已 你唱了多少首啊 我唱了大概八十 八十首 八十首 八十几首 八十首OSD等于就是你出了八张专辑 五下呢 差不多 我跟佑老师差不多 多少 多少 应该有八十首左右吧 我出到那么短时间就影响了吗 这你俩一人一半误开了呗 你八十 你八十 一百六十部电视剧电影被你们演了 一年才产多少啊 好 那就期待 风黄传奇老师 我们俩先喝一点水 先喝 他说我们俩必须两个人一起走上去 别两个人一点 一个喝着 一个走着 走上去都要五五开走 好 一二三 走 待会儿 这会剪刀片画的也许 三 二 一 期待 期待